很多人都說這部電影絕對不可能超出觀眾的期待 因為觀眾的期待已經超出想像了 我很高興的說 那些人錯了 大家好我是超立方 在開始影評之前 我想先說個故事 有個名為Daniel的死忠心戰粉絲 因為癌症末期而擔心自己看不到這部電影 於是他的老婆就發起了一個號召行動 希望能完成Daniel的願望 這個行動引起了好幾萬人的響應 連演員們都為他請求能夠先看到電影 最後導演JJ Abrams注意到了 一直以來都對電影極度保密了他 既然親自要求迪士尼完成Daniel的願望 米老鼠同意了 於是Daniel就成為全世界第一個看到這部電影的觀眾 這讓全世界的人們都看到劇組有多麼注重粉絲 也對於自己的電影非常有信心 願意將當時未完成的電影秀給他看 不幸的是 他在看完的五天之後就去世了 這部電影會如此令人感受深刻 就是因為他背負著全世界幾千萬雙眼睛的期待 也帶著引領新觀眾進入這個世界的使命 他成功了嗎 非常成功 因為預告片沒有透露太多 所以我在此也不向大家講太多劇情 故事 圍繞著一個從小就只知道服從命令 但目睹可怕事物而叛逃的士兵 以及一個從小就沒見過其他星球的女孩 他們兩個被捲入即將興起的黑暗勢力 以及極力戰鬥的抵抗軍之中 沒有看過前幾集不會有影響 而且開頭提到就有把背景告知觀眾了 但是看過四五六部曲的話 感受絕對會更加深刻 故事節奏非常流暢而緊湊 剛開始就把觀眾丟入一場動作戲之中 而後出現的角色以及發生的冒險更是充滿驚奇 Fan是第一軍團的士兵 但卻突然良心覺醒 雖然一開始只想逃離一切 但卻因為他與Ray的友誼而鼓起勇氣 Ray是個拾荒者 每天的生活只有減十零件 卻因為遇到Fan而展開從來沒想像過的冒險 他的身世令人好奇又充滿懸疑 他們兩人的互動十分有趣 因為都是沒見過什麼世面 所以一切對他們來說都是傳奇 遇到新事物的反應也都是非常驚奇或是害怕 完全反映了觀眾的心境 Paul則有點可惜 剛開始會以為他是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他與Fan的互動更讓人覺得是一拍即合的好兄弟 可惜最後他只是負責開戰機而已 Han Solo還是一樣玩世不公 但是在這裡他卻多了一份老練以及滄桑 他與Laya的感情最動人的部分不是轟轟烈烈 而是一對老夫老妻對於現實的無奈 以及細水長流的愛情 Kylo Ren是這部片最大的反派 他不像以前的黑武士Dark Slater那樣自製又老練 而是充滿年輕盛系 在嚇人的表面之下卻又有他不願面對的過去 他在劇情中不止一次脫下頭盔 更讓人感受到他是個真實的人物 不過Fasma隊長以及Hux將軍的描繪確實有點不夠 讓人覺得只是劇情工具 Hux剛開始給人的感覺還蠻菜的 但是後面其中一場對士兵的演說真的非常有希特勒的感覺 這是好事 因為星際大戰的帝國以及第一軍團就是根據納粹改變的 每個演員演出都令人驚豔 新演員們讓人相信他們是真的在經歷這些不可思議的故事 我覺得我們以後應該不需要Kyra Knightley或者Amelia Clark了 因為女主角Daisy Ridley 長得簡直就是兩人的綜合體 而且演技一樣好 老演員們更是靠眼神就能讓人知道他們的想法 而且對話一點都不拖泥帶水 許多對話都是發生在非常有趣的情況或是場景 即使出現解釋性對話的時候 也是在補足六七部曲這30年之間的故事 讓這個世界更加引人入勝 老粉絲們也可以在對話以及故事之間 發現許多令人惠心一笑的小驚喜 有許多幕更是讓觀眾自己體會 而不是直白的講出角色心理的話 跟這種東西完全相反 Hanikin 你破壞了我的心 不 不得不提的是BB8 他雖然只是個機器人 卻搶走所有人的目光 可說是今年最可愛的電影角色 悲面悠悠小小兵完全不算什麼 BB8用他各種機器聲音以及歪頭就能表達他的情緒 你從哪裡來的? 真的嗎? 我也是 他跟R2D2的互動更是熔登今年最讓人融化 絕對會是今年聖誕節最熱門的玩具 故事除了節奏緊湊以外也充滿懸疑以及張力 同時也有些完全意料不到的劇情轉折 我覺得這部片被分為普遍集還蠻不合理的 因為其中也有些頗為黑暗的橋段 雖然說越多人能看到越好啦 但是連小小兵都是保護集耶 欸你覺得這群會走路的香蕉該是哪一集? 嗯...他們亂講話會害小朋友學壞 保護集好了 欸那這一部呢 我看看喔 光劍砍人 爆能槍爆頭 流血爆炸行球 看起來還蠻適合合家觀賞 普遍集好了 其中也不乏許多動人或情緒化的場面 有時會讓你感動在座位上戰鬥 有時會讓你震驚的張大嘴巴 有時則讓人開心的像白癡一樣傻笑 坐在我旁邊的人甚至會在某些片段忍不住比讚 雖然說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但是絕對能代表大多數觀眾的想法 當然沒有驚人視覺的星際大戰 哪叫星際大戰呢? 從不景到世界觀的細節處理 無不令人目不轉睛 從壯闊的遠景到充滿形形色色外星人的酒吧 從冰天雪地到沙漠 每個畫面都是驚奇 其中一場在預告片中有出現的飛船追逐戲 令人不得不佩服JJ的功力 每個剪接鏡頭都是從不同角度或距離 在戰艦殘骸之間追逐更是個絕妙的設計 讓本來就非常有速度感的畫面更增添緊張感 而且鏡頭也不斷在艙內和艙外切換 讓觀眾看到角色當下的反應 片中有許多生物都是使用實體特效 不是化妝就是使用操偶 更加深了這個世界給人的真實感 有些則是使用動態捕捉 讓他們的表情更加生動 許多爆破場面也是真正冒著演員的生命危險拍攝 而不是依靠電腦動畫 最大的特點就是這部電影看起來非常的銳利 非常多畫面都忍不住想要重看 這部電影看3D並不是必須 但是有許多畫面確實是有營造出景深 總有一天 我們要習慣不是John Williams做的星際大戰配樂 但幸運的是 今天不是那一天 他的配樂真的為故事增加許多張力以及情緒 卻不會搶走畫面的光彩 你一定還覺得缺少了什麼吧 當然不會忘了提光劍戰鬥 光劍的音效有重新設計過 聽起來真的有種刺熱感 在互相揮擊的時候也真正有兩個物體互相撞擊的感覺 散發的光暈也更具有實體感 而戰鬥時並不是不停揮擊而已 而是像真人打鬥之間 會稍作後退以及串石 更有許多特寫鏡頭讓人看到角色的情緒 在不劇透的情況下 我只能透露 不只有一場光劍戰鬥 所以非常值得期待 我對這部電影唯一的願言是 結局太吊人胃口了 並不是因為故事沒有完結 他們的確有完成一開始的目標沒有錯 但是在故事進行以及角色轉變過程中 產生許多選擬以及後續 讓人覺得意猶未盡 迪士尼很會 現在全世界的人看完一定都會馬上開始期待續集 總結來說 這不是什麼奧斯卡等級的神片 但是以他要達成的目標 也就是滿足老粉絲以及新觀眾來講 幾乎是完美達成的 如果你是星戰粉 不看這部電影簡直最大惡極 如果你是新觀眾 這部電影也絕對不會讓你後悔 如果這部影片有說服到你的話 拜託別忘了分享給你還在猶豫或是沒什麼興趣的朋友們 我已經看了兩場試應會了 這禮拜還約了另外兩群朋友再看兩場 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在電影院看過一部電影這麼多次 希望大家也能一樣進戲院支持這個投入無限心力和熱情的電影 在一個禮拜之後 我也會上傳一篇深入劇透討論的影片 敬請期待 也歡迎大家加入討論 想要看到更多的影片 別忘了訂閱 喜歡的話 也別忘了哼哼的把喜歡就走下去 我是超立方 我們下部影片見 與你上伯仁 來